一文 狂欢 革新 突破 华都巴黎 睽違百年 阶下火柱 传承全球体坛盛世 1924年巴黎第二次取得奥运主办权 黄眼一世纪为了展现金飞洗笔 法国摩拳擦掌喊出绿色奥运 企图写下奥运史新页 让每一个赛事场馆搭乘大众运输就能前往 然而距离奥运开幕剩不到180天 高龄123岁的巴黎地铁 至今人是最艰巨的挑战 2016年开始 中央地方联手启动名为大巴黎快线的改造计划 连接大小巴黎增设四条路线68站 组成全场200公里的地铁网络 索费当然不资 也因此从7月开始到9月 地铁单程票价将从现行2.1欧元 翻倍成4欧 相当于台币136块 原本一次卖10张的逃票价 也会从16.9欧元台币不到600 直接涨为32欧 约台币1100块 犹如趁机敲竹杠的行为 连法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白年盛典 法国政府大杂44亿欧元 超过台币1500亿 就怕不回奔 推出的周边校务也都不便宜 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还是买单 奥运的边际效益不可小觑 巴黎的旅游业者早就叙事待发 法国消费者联盟 2023年针对巴黎市中心 八十间三星和四星饭店 最低价的双人房进行调查 结果相当惊人 消费者联盟还特别点名两家业者 其中一间三星饭店 每晚房价从原本的台币一万出头 连番七倍变成一晚七万二 另一间五星饭店则规定旅客 至少得连注四万才能预定 相当于每组客人的低销 都是台币二十八万起跳 惊人的价格却没有下退游客 不远千里也要共享胜举 巴黎奥运门票开卖没多久 六百八十万张就秒杀 官方接着加码释出四十万张 让巴黎人忧心这个夏天 自己的城市恐怕不已久留 除了交通 物价 二零二三年全球访客数以八百九十万居贯的 罗浮宫也跟着寒掌 那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 罗浮宫开放免费进场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 记者在这里已经看不见排队人龙的镜头 会不会人满为患是法国筹备巴黎奥运的重中之重 除了要容纳游客 保障市民 为数众多的街友怎么处理 同样棘手 一个不小心中东战火还可能少到欧洲 法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犹太族群 不久前才又发生一名男子在爱菲尔铁塔随机刺杀游客 马克宏政府于是决定 在奥运期间实施前所未有的围案和交管 但是围案大升级不知居民受不了 警察也群起抗议 全世界上升到巴黎奥运的 现在我们现在不正在社交平台 如何能够联系 如何能够保持我们的孩子 我们 alert我们的公司 社会纷扰下这座城市依旧优雅 蓄势待发 准备登台 迎接盛典 本季奥运尤其吸睛的 出了2020年冬奥就有的滑板 攀岩 冲浪 还首度纳入 批力舞 像次文化敞开双臂 巴黎奥运写下新章 但预定在大溪地举办的冲浪项目 争议至今持续延烧 国际冲浪协会与不少好手都加入当地居民的抗争 主办单位依旧坚持在富有珍贵山胡椒的大溪地 搭建新塔台 联合国考察团2022年在大溪地岛附近 发现世上规模数一数二的珊瑚礁 玫瑰形的外观长约三公里 宽达65公尺 罕见的珍宝能不能在奥运后毫发无伤 任是未知输 黎明破效 巴黎迎来2024年第一场雪 居民和游客涌上街头 欣赏这座城市的不同风貌 未来一百七十多天会出现什么变化 巴黎人其实也不悲观 举办奥运带来不变 但百年一次的盛典不仅政府大展身手 全球体育民引颈期盼 生活在光之城的巴黎人也相信 奥运会为这座城市开启新篇章 至于于在巴黎的2024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